第三题 厨房当中常用的有食盐、米酒跟食醋 其中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 米酒是乙醇 食醋是含有乙酸 有关此三种物质的叙述 选出正确的 A选项 这三种容易 食盐跟米酒是中性的 但是醋是酸性的正确 食盐本身是氯化钠 它是一个中性的眼类 米酒里面的酒精 酒精是有机里面的醇类 所以也是中性的 食用醋里面有醋酸 醋酸是一个标准的酸 所以它会解离出氢离子和醋酸根 所以是酸性的 米选项 这三种物质的水溶液 在相同浓度的时候 以醋酸的 食醋的导电性最好 不正确 因为醋酸是弱酸 酸性的酸性是弱酸 弱酸它算是一个弱的电解值 醋酸算是一个弱的电解值 那氯化钠才是弱电解值 所以氯化钠的导电性 水溶液会比醋酸要好 那酒精的话 乙醋顺便认识一下 乙醇是非电解值 不会导电 所以导电最好的应该是 弱电解值的氯化钠 第三 氯化钠 酒精 乙醇跟乙酸 里面以氯化钠的溶点 氯化钠的溶点 应该是最高的 因为氯化钠为离子化合物 离子化合物里面的离子键 会让它的溶点 在这三个物质里面最大 那剩下两个醋酸 和酒精 乙醇 这些都是分子 这分子化合物 那分子化合物的话 它的溶点就会比较低 所以氯化钠的溶点是最高的 西选项错 第四个 乙醇跟乙酸属于分子正确 在这边第三个选项中有叙述 第五个选项 氯化钠液溶于挥发性的有机溶剂 我们电解值会溶于水 溶于水的一般来说都会难溶于 有机溶剂 所以第五个选项不正确 正确是A跟Z 有机溶剥发性的有机溶剂